大家好,我是Potty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款新的傭兵皮膚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剛開局 這是一個藍色的,像個小藍一樣的皮膚 叫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就是一個藍色的狼皮膚 是花了我大概28磅,9多匹買下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皮膚主要的顏色是有一點藍紫色 然後對比相當於那個紅色的狼皮膚的話叫感染 好像就沒那麼明顯 那監管者也不會那麼容易找到你 對比這個藍色皮膚 我覺得個人感覺特別酷 比我還酷 而且在逃生過程中就比較容易隱藏 因為如果大家發現到整個遊戲裡 都是以暗灰色的色調來設計的 對比那個彈簧手來說呢 他的皮膚其實帥很多了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就喜歡用彈簧手 不過我個人比較喜歡藍色的狼皮膚 好,現在網路有點慢 好,剛開局 我們已經locate在白沙街豐人院 Homesweet home的一點也不sweet 看得破浪的樣子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那個皮膚有什麼特別 在它右肩部位就有一個好像貓眼石的藍色 貓眼石的還會滾動 而且在背部我特別喜歡像個狼爪一樣的披肩 然後看到雙手還有一個像鋼鐵俠一樣的手套 好,我是帶了一隻像三個頭的奇蛙蛙大小的狼狗 也不知道什麼名字 屁股上還有橘花上還有一個鑰匙 所以為什麼要放在橘花上我就不便多說了 好,一剛開局我們看到 非常的安靜 也不知道監管者是誰 好,現在開局正在修機 所以一般到這個情況下的話 大概應該有隊友被打了 但是還是沒有 我現在看到地台機準備修完了 嗯,但是還沒有見到監管者 連心跳也沒有 大概才掛機 誒,剛說監管者就有心跳了 誒,我們看到現在有一個 祭司的圖標千萬別按 除非是你有緊急情況 因為如果你按的話 我就告訴監管者你在哪裡了嗎 好,我還是安靜 修完這一台機 然後跑到別處找下一台 誒,行蹤被發現 到底是怎麼發現我的 好像那兩條腿穿了絲襪 是絲襪嗎 還是謹慎褲 需要這麼謹慎嗎 誒,祭司被人救下了 所以竟然這麼大打 搶我的功勞 好,沒辦法 那我就只好省時間 用把那個護網給省下來了 好,祭司剛說被救又被打了 不會吧 現在只剩下一條密碼機 我都還沒有遛鬼 行,沒問題 這一局就是那麼安然無讓 非常簡單的完成了 好,我們現在看到 前方已經看到監管者了 但是他好像 哇,沒有看到我 這麼近都沒有看到我 看來是時候要去配眼鏡了 果然電子經濟都不需要視力了 好,門已經安全的打開 但是我沒有遛一下監管者 是不會心事的 然後... 嘩,找一下 有什麼別的道具可以用 看來護網已經沒有帶霸用場的時候了 哎,監管者好像看到我了 太好了,居然看到我了 他沒有理我 看來我陰俊瀟灑的新皮膚把它給嚇倒了 行,我現在拆一下他那棵樹 然後要引起他的注意 還是沒有注意到我 哇,真沒自信啊 好,這棵樹已經拆掉了 用下護網,直接跑到大蚊裡面 他又摘了一棵樹 他真是陰魂不上 打中 欸,打中 不會吧,真的也沒打中 好,行了,那我先走了 今天就講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